学佛不应该是严肃的 而是要快快乐乐的脱离烦恼与痛苦 进而接引年轻人能够走入佛门 佛话中有八万世千法门 说明众生根气 千差万别 也与人生的历练有关 对于憧憬理想 遥遥欲试的年轻人 直接谈苦 空 会不弃机 与他们可以分享认识自我 肯定自我 也可以建立他们踏实的人生观 我反而是发现到很多问题 我们佛教 我们自我实现 我们绑得太死了 所以很多人 现在年轻人 都不敢亲近到我们佛教来 我说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那个不行 都给他们吓死了 所以我们佛教 就要一个本质 活泼 快乐欢喜 学佛当然是要学得快快乐乐 莫能学得愁眉苦练 佛陀告诉我们轮回皆苦 就是希望我们可以脱离 所有的烦恼跟痛苦 在有限的生命里 欢欢喜喜的把心打开 沐浴在宽广的世界 新鲜空气中 十方新闻贵文曲建议 台中采访报导 新鲜空气中